徐晓辉 男32岁 湖南人初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徐晓辉 来自湖南岳阳高中一夜 之前有做过洗网工 保安 车间的牛学线 在2012年的时候 进入互联网做过销售 在2014年我做了自己的第一家 就是服装店 专门卖雨装 2015年开始进入食品行业 达到了我们当地食品行业的 一个营销的新模式 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 做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职一份营销总监 或者营销顾问类似的工作 我想在三年之内 让自己的收入达到300万以上 谢谢大家 你年纪也不大 你怎么会这个学历呢 因为我当时的话 自己这里动了一个手术 狼尾炎 然后再加上家里的条件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没有继续去上学了 你高中一夜之后干嘛去了 去了广东 有很多那种工厂 专门去做流水线 做了差不多有将近两年左右 后来在广州挣得第一桶金是干什么 就是我不喜欢在工厂里面工作了 我想去做销售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就选择了去广州做销售 做销售这个就是互联网广告 就赚了第一桶金 大概两年的话也就是60万左右吧 60万不挺好的吗 在当时来说的话还是可以 但是自己赚了这个钱以后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就想回到家家家 去开自己的宇专店 其实宇专店生意还行 还不错 但是这个生意开的钱呢 跟我的认知还是不一样 跟我之前做销售来比的话 相差还是太大了 然后就这样子 我就把钱基本上败得差不多了 也就没有什么钱了 那怎么办呢 没钱了以后我就15年 在我们县城的时候 然后我就对我们当地的市场 全面地进行了一个了解 我觉得我做食品行业可以 传统的食品销售 它是依靠线下的人员 去找经销商 找代理商 找客户成本 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想用线上的方式 来经营食品 对 来进行招商 成了没有 成了 吃什么食品 就是修行零食这一块的 然后的话我在19年 就开始做了自己的一家公司 招商 管理市场 然后的话做零售 做这么多事啊 对 因为这些我都会 那咋做款了呢 就是我的 天下无敌的吗 我的框架是这样子的 但是事情可能要一步一步地来 对啊 嗯